疫情三局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最辛苦的就是第一线的医护同仁 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感念第一线医护人员辛劳 特别制作造型防疫饼干 制证给花莲慈悸医院的医护同仁 除了慰绕医护在第一线抗疫辛苦 也期盼透过脆甜的饼干滋味 成为支持医护同仁心灵的一点小小力量 防疫饼干制证给第一线医护理想大地临警权协力 送上了以卡通人脸戴上口罩 并点缀爱心为造型的防疫糖霜饼干 象征戴上口罩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一同鼓励提醒民众 在防疫期间务必随时记得戴上口罩 也深感医护人员持续身处高风险第一线 内心压力必然十分庞大 期盼透过甜美脆口的饼干 能够舒缓第一线同仁的心灵负担 由于这一次疫情真的比较严重 昨天统计下来大概有45例 其实以理想大地是观光饭店来讲 算是这一波疫情里面的第一排 所以我们整个营收也都下降下来 其实我们不灰心 就透过我们的厨师还有点心师傅 多研发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也感念到医护人员非常的辛劳 所以我们在端午节前夕 就致请点心师傅制作了防疫饼干 那他很可爱的外形 然后戴上一个口罩 然后上面点缀一个爱心 那也希望说大家使用这个香甜脆口的饼干之后呢 心情会好一些 然后会比较正面一点 然后对抗这个疫情 院方只是由黎金融院长代表受证 也将会把饼干分送给第一线医护人享用 为身体和心灵都补充好能量 继续来把守好花莲民众的健康第一线 大家在这里相互加油打气都很开心 那最感恩的呢 我们的师兄师姐 还有我们的企业家 都真的也送了很多的这种物资来给我们 尤其像今天 给我们加油打气 有饼啊 有麻糬啊 同仁都可以感受到 大家 所有的同仁 不管企业界 或是一般的 一般非业界的同仁 对我们医护同仁呢 真的是 非常的 热情 非常的给我们加油打气 理想大地特制的防疫饼干 即日起也上架至Jolibuy有闲电商平台 在防疫期间赠送给医护人员 让大家看到可爱的口罩饼干 暂时让紧绷的心情都能够为之一笑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